桌上沉列了一排排的大超 这可不是什么犯罪现场 是永和民权社区发展协会的新春团拜活动 理事长邱秀兰表示 前两年受疫情影响团拜活动暂停 今年疫情减缓 加上春假休了十天 趁这个机会让长辈们一起出门聚聚 并且用一人一菜的方式来共餐 彼此联系感情 能让我们的长辈跟志工们 能在过年期间有一个团聚 互相能拜更年 这也是我们兔年旺旺好运来 那我们希望是在今年里面 我们民权社区据点 不管是长辈或是工生社区 然后能好好的在我们社区 然后发挥更多照顾更多的群组的邻居 然后以我们这样子的服务方案 然后再扩展到全国各地区 这是我们未来的展望跟希望 立法委员林德甫 以及新任的永和区长庄茂坤 也到现场一起同乐 庄茂坤还准备了新北市府的福袋 发送给现场的长辈 表达市长对大家的关怀 林德甫也称赞民权社区是永和的表率 在邱秀兰的带领下 更成为全国指标 一定要走出来你的脑筋才会活 你要说要活就要动 要活就要动 所以说邱理事长他的用心 值得我们可以加油肯定 而且我们现在民权社区是全国的一个示范的指标 希望说永和每个社区就像民权社区一样 因为讲实在话 邱秀兰丑理事长带你们到各地去 这个观摩 实际上是把我们民权社区 大家所营造的成果 供大家来做示范 所以说这一点是毋庸置疑 真的是很受各界的肯定 丰富的家要让长辈们吃得津津有味 接下来的直骰于迅节目气氛更是热络 除了享受虚拟一直牵劲的快感 输得还要套上红内衣裤走秀 都得引发长辈们哈哈大笑 一起感受热闹的年节气氛 记者赵世源新北采访报道